人工低無可低 低深黑路白電梯公司大約70多名員工罷工 要求加薪及增平人手 他們在公司位於紅磡總部留下罷工 協助他們的佳工說 雖然公司年初平均加薪3% 但仍然追不上通脹 有幾公說他們的底薪只有7,100多元 要加班拿瓶貼才有9,000多元 對於7年多 差不多8年 我現在的薪金水平維持很低的水平 都在說7,000多元左右 我進來的時候是6,400元 他們要求公司即時將底薪加到8,500元 同市場的薪酬水平抵齊 工會說今天除了70多名寄工罷工之外 亦都有10多名寄工請病假 佔公司回收報超過8成的人手 今天只能夠提供更加服務 其他一般檢查及保養都會暫停 另外加工表示 第3黑露白通常由一名寄工單 獨進行電梯維修工作 對付母質素及工作安全都有影響 勞資雙方開完會後 公會代表說公司態度強硬 並沒有向員工提供任何承諾 包括具體一加薪幅度 例如明天會繼續工業行動 希望市民體諒 第3黑露白公司發表聲明 租請員工履行合約返回工作崗位 又表示今年內會進行員工薪酬數據調查 制定系統性的新手制度 香港天堂記者民家後報導 和市民状況 公司务部隊 最終回到現在的記憶 公司發表聲明 通常有一個信息 公司努力大致